大家好,我是追影,现在继续我们的全黄九七对决解说 现在双方首发八神,我们来看精彩的对决 2P这次率先进攻,直接跳中腿,没有打到 再次葵花点起来,再跳C 打葵花直接点起,再跳C压制,继续跳C压制 点葵花,非常粉呀这一次 感觉是不给1P留机会了,压制的特别猛 现在继续第二场 上一次2P被打败,这一次 心理上有点狠啊,有点恨 1P,所以说出招有点狠了点 现在来看这个七加射的 七加射首先一个兔马斯 八神直接葵花点起来 继续跳C压制 应该不会再给七加射那种连续抓帅的机会啊 然后继续压制 哎,还是被这个七加射抓到了 八神要小心了,不能太过于轻敌 直接战C掏一下 再次跳中腿 还是被七加射抓到 八神给挂了 不能太轻敌啊 这个七加射还是有一定的水平的 现在来第三场 看这个两个七加射的对决 哎,2P进攻依然非常猛烈 直接一个四连 直接拿下 非常漂亮 现在第四场 看这个大猪了 大猪也是率先进攻 AB闪身过去 没有抓到 七加射还是一个小影跳 继续跳中腿 还是被这个大猪抓了一个指令头 摇起来 在头下盘 两个都是投机非常厉害的人物 就看谁这个技术更好了 直接跳中腿 接指令头摔一下 被七加射一圈打死